楊琪和閨蜜陳沛琪鬧翻 大罵馬又心是渣男 阿祖我那天和朋友去喝咖啡聊是非 結果就看到那個演舞台去的楊琪打扮得小嘰嘰的 但是她一聽到陳沛琪三個字就變了一個人 然後 然後怎樣 我說不出口啦 你自己看影片啦 阿臭 我要講 我就要講 對 怎樣 對不然大標聊翻桌子 你要挺她 對嘛 那為什麼不能聊 為什麼 我為什麼不能說她 他不是和陳沛琪很好嗎 去年他的憂鬱症 還感謝陳沛琪一路陪伴他 花生什麼素啊 我全程都給他拍下來了 你自己看啦 我跟他這次翻的這麼厲害 是2016年都過去 為了一個被出席的男人 而且我覺得我最無法忍受的一定是 從來都只 陳小姐自己來跟我說 說這是最美詞 這個大渣男給爛女來跟我說 然後罵完了 跑不了兩天 兩個人又復合 復合完以後就來跟我說 她一度蠻好的 我還是很愛她 而且我覺得她好可憐 我他媽扛了你這麼多的事情 你他媽的不去等一等 而且這個事情不斷 不斷走 你真的不累我真的很累 你告訴我 他XX都很短 每天晚上XX你哀哀叫 你真的沒有一個XX 我就算了 喔我聽懂了 她在罵漢陳佩琪傳緋文多年的馬幽欣 但是他們不是說分手了嗎 他們有一種生命中的連結 讓他們剪不斷臉文 藕斷思念 對外分手 對內 他們就是說 他們是一個人的壞人 可能偶爾打個炮 但是不是認真 哇 還沒結束喔 你繼續聽她怎麼罵馬幼欣 她噁心 後妻妻子 愛說話 自戀話 小氣 不認真 喜愛 基本上沒有優點 她說話喔 雖然是 但是一點也不做做 阿豬啊你應該喔 跟她多多學習才對啦 唷 你認真 喜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